你是否刺客? 你是否刺客? 你每次刺客到最後都是這樣 我是一個有功能的人 但我不會用我的功能 亦都想保護一些人 今天真的完全不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 因為通常坐在後面 其實是可以聽多些人說話 以及留意多些人的動作 這樣做會分析 但今天竟然坐在最後11號位 但都是完全沒有分析 到我那裡我都是毫無頭緒的 其實都不單是第一晚毫無頭緒 其實是三萬加起來都毫無頭緒 然後還被褲子手帶走 首先我自己覺得 郭之浩是太義 當然你不可能不相信她是太義 因為沒有人跟她對跳 但她確實是一個很拼命的太義 因為她不但第一晚就馬上發動過頭跳 她不是皇帝 她不是很肯定的 所以她也發動過頭跳 投走了心理 然後第二晚她怕被人殺 所以她用了毒 毒走了以後的燈之浪 沒錯她們兩個都適合 但她確實是很大膽 然後皇帝也不算給了太多資訊 所以我自己也沒有特別的可以去做分析 我自己去到後來 我都覺得很明顯 我們正常無功能的人已經是越來越少 所以其實在我林寫之浪那晚 我本身自由討論的時候 我希望我會跳褲子手 因為其實跳皇帝不行 因為完全是荒謬 去到第三晚才跳皇帝的人 反而還會懷疑我 所以我不會跳皇帝 太義很明顯 郭之浪已經做了 之後將軍 但你跳將軍 那些人也不會相信你 因為原因是首先就是 山昌好像說自己是一個將軍這樣走 另外又或者其實是 如果你要自證身份 你自證不了將軍 所以只能夠跳褲子手 但是當我想跳褲子手的時候 真正的褲子手被人帶走了 而他也帶走了我 所以最後我的遺言 就是我們這裡是有遺言 我遺言我都沒有說任何話 因為其實都不知道可以說什麼 所以就 確實是一個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集是前所未有這麼混亂 前所未有這麼混亂 所以就 唉 玩得不好 亦都恭喜刺客們 竟然可以贏了 因為要用竟然這個字 因為刺客 在我們這個人去裡面 真的很難贏 所以 GINIE厲害